欢迎大家收看世界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日本关切美国继续飞行于英式飞机 尽管已要求停飞 在中国亨利基辛格是最高级的门户开启者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敦促研究人员与中国合作 获取月球样本绕过美国禁令 随着COP28会议的召开 亚洲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立场如何 随着摩根大通和汇丰银行预测到2024年的困境 香港股市接近一年来的低点 请大家收看 日本关切美国继续飞行于英式飞机 尽管已要求停飞 路透社 日本表达了对美国军方继续飞行第22域飞机的担忧 尽管日本要求在确认其安全性之前将其停飞 这是在本周早些时候发生致命坠机事故后的要求 在周三 一架V-22羽音飞机在日本西部坠入海中后 日本要求暂停所有飞紧级的V-22羽音飞机在其领土上的飞行 美国五角大楼表示 目前仍在飞行羽音飞机 并不知道任何官方要求将其停飞 坠机原因目前正在调查中 在中国 亨利 基辛格是最高级的门户开启者 华尔街日报 亨利 基辛格的去世引发了对他在塑造中美关系中所扮演角色的回忆 基辛格在为理查德 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铺平道路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标志着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的开始 他是唯一一位被允许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保持持续接触的美国人 并在多年间前往中国超过100次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向拜登总统表示慰问 称赞基辛格是中美关系的先驱和建筑师 基辛格在政府服务结束后仍在北京保持影响力 因为他被视为两国接触的坚定倡导者 然而 随着对中国的看法趋于强硬 他在最近的美国总统政府中的影响力已经减弱 基辛格的开放中国政策帮助美国摆脱了越南 并使两国能够共同对抗苏联 他还为外交关系和美国在中国的商业投资增加铺平了道路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敦促研究人员与中国合作获取月球样本 绕过美国禁令 南华早报 美国宇航局获准研究中国的月球样本 这标志着两国航天机构首次合作 尽管美国法律以前禁止美国宇航局与中国国家航天局 CNSA合作 但美国宇航局周三的一封内部电子邮件表示 他已经向国会证明了其意图 允许美国宇航局资助的研究人员 申请访问中国长额5号任务在2020年收集的月球样本 禁止两国航天机构合作的法律 及沃尔夫修正案 于2011年由美国国会通过 然而 该电子邮件澄清 对申请的批准是一个特例 而与中国在美国宇航局资助的项目上的双边活动的正常禁令仍然有效 中国的样本来自一个尚未被美国宇航局采样的月球区域 预计将为地球和月球系统的地质历史提供宝贵的见解 并帮助美国宇航局规划未来的月球探索 随着COP28会议的召开 亚洲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立场如何 日经亚洲 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8正在迪拜举行 来自于200个国家的代表 评估了应对气候变化和避免全球气温上升1.5摄氏度的进展 联合国9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警告称 现在在各个方面都需要更多行动 本门概述了亚洲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做的努力 以及他们受到气温上升的影响 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巴基斯坦、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随着摩根大通和汇丰银行预测到2024年的困境 香港股市接近一年来的低点 南华早报 在摩根大通和汇丰预测经济逆风将持续之后 香港股市跌至一年低点 恒生指数下跌0.4%至16981.32点 为2015年11月以来最低水平 科技指数也下跌1.1% 上证宗旨下跌0.3% 由于对中国经济复苏力度缺乏信心 外国投资者连续第四个月撤出A股市场 创下创进路的1290亿人民币180亿美元的资金外流 亚洲股市12月初保持谨慎态度 石油市场努力弥补损失 路透社 亚洲股市在11月份表现强劲后出现下跌 原因是担心欧洲和美国将降息 以缓解本地货币和央行的压力 NSCI亚太指数下跌0.5% 而在11月份上涨了7.3% 中国股市下跌0.6%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4% 美国法官暂停蒙大拿州的TikTok禁令 禁令原定于1月1日生效 南华早报 美国一名法官阻止了蒙大拿州对TikTok的禁令 并裁定该禁令违反了用户的言论自由权利 美国地区法官唐纳德·莫洛伊发布了一项初步禁令 以阻止该禁令 并指出他超越了州权利 并侵犯了用户的宪法权利 TikTok是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所有 该公司在5月份起诉蒙大拿州以阻止该禁令 理由是他违反了第一修正案 蒙大拿州的TikTok用户也提起了诉讼 以阻止该禁令 辩护该禁令的州总检察长办公室 尚未立即发表评论 寂静之夜影评 无语森无言 无聪明的惊悚片 华尔街日报 吴宇森的寂静之夜是一部几乎没有对话的动作片 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你把几乎所有的对话都去掉 让图像和音乐自己说话会怎样 尽管这部电影听起来很有创意 但很快就变得乏味 没有达到吴宇森之前动作片的刺激程度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普通父亲 在儿子被杀后变成了一个异警的故事 巴拉圭官员在与虚构国家签署协议后辞职 南华早报 巴拉圭政府官员阿尔纳尔多查穆罗因签署了与虚构国家凯拉萨联合国代表的谅解备忘录而被撤职 凯拉萨的代表与查穆罗和农业部长卡罗斯 吉内内斯会面提出帮助巴拉圭解决各种问题 由自封为古鲁的尼迪安南达领导的凯拉萨联合国还成功参加了日内瓦的联合国委员会会议 并与美国和加拿大的地方领导人签署了协议 这一揭露引发了巴拉圭的丑闻和社交媒体的嘲笑 TrackGPT一年前发布改变了我们与人工智能互动的方式 南华早报 OpenAI的TrackGPT聊天机器人于2020年11月发布 被认为引发了公众对人工智能AI的兴趣 并创造了一个新的AI焦虑时代 TrackGPT允许用户对提示生成书面回答 并迅速变得受欢迎 每周有一人使用它 然而 人们对AI传播错误信息 持续偏见和威胁就业的潜力提出了担忧 尽管存在这些担忧 但对AI的投资却飙升 初创公司和科技巨头都在这项技术上投资了数十亿美元 沙特阿拉伯可能会在7个月来 首次削减1月份亚洲阿拉伯清制原油价格 路透社 尽管沙特阿拉伯延长了自愿减产的期限 但由于市场面临供应过剩和需求疲软的问题 沙特阿拉伯可能会将其阿拉伯清制原油的价格降低至亚洲市场 这将是7个月来的首次 沙特阿美可能会将1月份阿拉伯清制原油的官方售价下调约1美元 降至每桶约3美元 低于阿曼 迪拜平均价格 此举是因为全球石油库存继续增长 预计中国的需求增长将在2024年上半年放缓 习近平在拜登解冻后采取一系列小步骤开放中国 彭博社 中国正在采取措施 恢复外国投资者对该国的信心 此前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乔拜登上个月举行了会晤 北京已批准了一项长期拖延的万事打卡合资企业和博通与VMware的合并 此外 中国还宣布对六个国家实行免签政策 这些举措是因为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首次自1998年以来出现负增长 促使政府采取行动防止进一步资本外流 然而对政策摇摆贸易调查和国家安全的担忧仍然存在 新加坡男子因被拒绝后起诉女子被指控欺诈 南华早报 新加坡一名男子因向一名拒绝他的女子索要300万新元约合225万美元而登上头条 现在他因另一起欺诈案被控诈骗 31岁的K.Koshigan被指控又是一名男子将2650新元混入一家银行账户 以购买一台后来证实是假货的MacBook Pro 如果被判有罪 他可能面临最高7年的监禁和罚款 今年2月Koshigan因多项指控起诉Norah Tenshumi 包括违反改善他们关系的协议和造成情感创伤 亚洲工厂活动疲软 中国的不确定性影响了前景 路透社 根据调查 由于全球需求疲软 亚洲的工厂活动在11月份仍然疲弱 中国的私人财新 市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在11月份意外上升至50.7 而10月份为49.5 但另一项官方调查显示 制造业和非制造业活动均出现收缩 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制造业活动 也在11月份停滞不前 分析师表示 由于全球经济缺乏增长动力 和来自欧洲和美国的需求疲软 亚洲复苏的前景仍不确定 北京对老朋友基辛格的热情言辞 但在华盛顿却有着复杂的遗产 金融时报 白宫对前美国国务卿亨利 基辛格去世的反应比世界其他领导人的致敬更为冷淡 经常与基辛格意见不合的总统乔拜登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 称赞他的智慧和战略聚焦 与此同时 其他美国民主党人对基辛格的政策表示不满 一些人称他为恶棍和伪君子 认为他为了美国的利益而牺牲了人权 基辛格去世的时机正值对拜登支持以色列的批评之际 这进一步引发了有关他遗产的争议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全球新闻的简要总结 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些新闻背后的意义和影响 首先 日本对美国继续飞行V-22云飞机表示关切 这是因为在最近一次的坠机事故后 日本要求将其停飞 但美国并未采取行动 这可能引发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需要继续关注 接下来 我们回顾了亨利 基辛格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他是唯一一位被允许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保持持续接触的美国人 并为两国的外交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 随着对中国的看法趋于强硬 他在最近的美国政府中的影响力已经减弱 我们可以看到 基辛格的开放中国政策对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与中国合作获取月球样本的消息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尽管之前禁止两国航天机构合作 但美国宇航局现在允许其资助的研究人员申请访问中国的月球样本 这标志着两国航天机构首次合作 可能为未来的月球探索提供宝贵的数据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亚洲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 在COP28会议上 亚洲国家评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进展 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需要全球共同努力来解决 在经济方面 香港股市接近一年来的低点 而亚洲股市也出现了下跌的趋势 这可能是由于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复苏的信心不足而导致的 此外 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也对亚洲股市造成了影响 最后 我们还关注了一些文化和娱乐方面的新闻 吴宇森的新电影《寂静之夜》受到了一些负面的评价 而一名巴拉圭官员因与虚构国家签署协议而辞职 这些新闻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轻松的话题 那么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这些新闻 你有什么看法或者想要提问的问题吗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与我们分享你们的观点和想法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if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会通过电邮 两边 三个粉专注 然后 三个粉专总 当然 我都会通过电邮 这三个粉专专家的特典